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用缩小的仙景 放大的盘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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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つみきん つみた にかい よても とにかい つも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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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avier Su Meda �碑 兩次祇父 各位錄影 並歡迎 動作石封粥 破壹起 形態角矣 向來有護金風タK的稱號 因为陶家族领袖向王 曾经在这里自称天子而得名 天子山的云墓 深受中外旅客想赞赏 尤其是雨过初晴的云墓 就更加壮观 分涌的云墓形成 瀑 陶 浪 水 各种形态 年面浩瀚 波澜壮幅 我们现在要进去搭电梯 但这部电梯不像我们平时搭电梯 下楼吃早餐的那种电梯 我们要搭它下山 这部是全世界最高最快的观光电梯 比如山顶直接下山脚下 1分58秒 326米 走吧 虽然它没有101大楼的电梯那么高 但我真的从来都没试过搭电梯下山 被列入建历史记录大传 亦被称为全球最高室外露天观光电梯的白龙电梯 是用落地玻璃制造 可以在326米的高山上面 欣赏天子山 斗峭岩壁的风景 现在这部电梯慢慢下降 站在这里就好像自己在原崖峭壁向外看一样 我觉得张家界这里你们都看到了 对面的山峰全部都是垂直的原崖峭壁 那才是可能建一部电梯直上直落 全世界应该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建这种电梯了 好神奇啊 湖南的山形地貌 奇风俊岭是举世之名的 有人用宿世的仙境 放大的盆景 来形容这里如丝如画的风景 来到武陵园的游客 在天子山的观光行人路漫步的时候 可以任意地拥抱大自然的山水 张家界有一句文谣 大庸有座天门山 离天只有三尺三 坐轿要借顶 骑马要下安 讲的就是湘西第一神山天门山 山上举世罕见的卡斯特岩用地茅 同一片片的空中石林 众多的树种 遍布荣幽石牙 构成一座吊在半空的空中花园 我们从山顶的蓝车一来 就可以见到这间非常壮观的天门山寺 而天门山寺也非常有历史价值 李仔你帮我介绍一下 好啊 因为这座天门山 这座山在所有张家界人的心目中 它是一座非常神圣 也是一个许愿非常灵验的地方 山下的文化 一般都会写到这里 礼水和天门山 这两个地方是对应的 而在这个天门山上面 这间天门山寺 又是一个许愿最灵验的地方 嗯 这间寺庙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重新修建 当时它是整个湘西地区的佛教中心 后来就在文革时期被彻底摧毁 插毁之后 到近年我们在它原本的地基上面重新修建 但以前在这些蓝车没起之前 这里的人都有上来拜观音的吗 对啊 那时候很难的 以前要上来拜神 真的是很难的 因为当时 上天门山非常危险 上山的路很难走 原来在上天门山的过程当中 要经过一段 叫做上天梯 这段上天梯 一边是缘崖 一边是住壁 然后中间的路是梯级 它就是这样围着山起 追复的地方不超过一米 你有没有走过 我有走过 在98年 当时我上山之后 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应该怎么下去呢 天啊 好可怕 以前的人就是在一个这样的自然环境之下 来到天门寺建成的膜拜 天门山寺建于唐朝 坐落在天门山顶的北面 一直以来香火鼎盛 潮山拜佛的人 偏及神、永、礼、常 天门山寺原本是佛道并存 后来道教逐渐逝离 于是变成正规的佛字 明朝以后 更成为湘西地区重要的佛教中心 这座神奇的天界佛国 也采用了清代官式建筑风格 由山门 中古楼 天王殿 大红宝殿 观音角 藏经角 法堂所组合而成 而天门山的另一个奇观 全球最长的高山客运纜车 也是在这片仙境里面 坐着这辈纜车 不用十分钟 我们就过了一座 西山繁华的张家界市 就在身后面了 而眼前所见到的 是一片农村田园风光 张家界美丽的群风俊领已经在后面等着我们了 我们要由蓝车的中站去天门洞的999级楼梯 中间还要经过一个世界奇观 它是世界第一的公路奇观 你看我的身后面弯弯弯弯弯的公路 叫做99度弯 而且这99度弯 有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80度的法夺弯 这条公路是用了100年时间才建立 我们由这个角度看 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我们刚刚刚坐的蓝车 刚刚坐在上面 真的很害怕 有一种同云 skiing没有的感觉 但由这个角度看 可以说是奇观 这组是全世界最长的一组观观蓝车 而且單憑我身後這一段 在亞洲來說,它的角度也是最斜的 聽說這組纜車也是用了兩年時間完成 而最大的難度,大家可以看到 是我身後面這些支架 整組纜車有五十六個支架 基本上大部份的支架都建在這種西風上面 而我身後的這個支架 那個山峰頂原本的面積大概只有十平米左右 整條支架還有三個月時間建好 一開始的工人是用鑿和鎚 在山坡原崖上面鑿出一個個小洞 利用一些洞爬上去 然後他們在上面整整住了三個月沒有下來 所有的材料和他們所用的生活用品 都是用一些結構和做法非常簡單的纜車運上去 真是太厲害了 所以來到張家界 我們不單只可以看到大自然的鬼虎神宮 我們也可以看到人類的奇蹟 我們坐纜車來到山頂 下了車還要再走一段這樣的樓梯 才可以去到最高點 看到最美的風景 但是你走著走著 為什麼前面突然有一隻小馬 你一定會想是否前面有神仙住在這裡 以前的天門山 是一個四邊都是絕壁的台形枯山 在這個山頂上面運輸是極之不方便 如果需要運送這些建築材料 由我們的纜車下站 也就是山下面運上來 由纜車上站 一直到各個建築工地的路程 就是靠我們眼前的這些馬仔 就是靠他 是 你好啊 大叔 這隻馬里的嗎 是 他平時有些什麼做的 什麼 什麼 什麼水泥 什麼人都可以 水泥跟人都背得到嗎 什麼人都可以 水泥很重的 水泥重的 他一天要走多少次 大概走二十次 二十次 我走一次一次 就已經累成這樣了 那你是不是跟他一起走 跟他一起 他現在多少歲 十二歲了 十二 十二歲 十二歲 十二歲了 四歲 四歲 是嗎 那他可以做到多少歲 做到三十歲 要做三十幾年 不要拍我哭 不要哭 因為在這裡實在沒有其他方法 所以一定要靠馬雲火 馬仔 你乖 上天門山 怎可以不去天門洞 由張家界市區 搭全世界追長 全長七千四百五十五米 到差一千二百七十九米的天門山纜車 上天門山 再開車 經過合共九十九彎的通天大道 圍著山坡上 每個彎都一百八十度的盆山公路 我們就來到天門山的最終點 天門洞 好了 各位觀眾 等了很久了 我們最受觀眾歡迎的環節 折磨主持人 現在正式開始 好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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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了 你看 2滴了 要連續接48滴 3滴 好厲害 我可以靠這樣為風 車站在那邊 天門洞開雲氣通 江東俄眉街下風 自然界的鬼虎神宮 造就出這個高300米 斜到120度的福地 有機會記得走989級樓梯 上天門洞 好好感受一下 這座看不完的神山 和曠世奇觀 但凡聽過長沙的人 幾乎都聽過岳陸山 這個是長沙最有名的風景名勝 更可以說是長沙最明顯的標誌 如果來到長沙 嫌向岳陸山一游 就不能真正體會 對長沙這座歷史文化名城 所擁有的獨特魅力 我們知道在英國有一間牛津大學 在法國有一間巴黎大學 都是非常古老的學院 但是在中國的湖南 有一間學院 比這兩間學院更古老 它就是全中國最古老的學院 就是我身後面的岳陸書院 岳陸書院究竟有多古老呢 讓我們向馬路師請教一下 你好 不要記得那麼遠 幫我們說一下岳陸書院 究竟有多少年歷史 好啊 岳陸書院在公園九七六年創辦 到現在已經有千多年歷史了 是我們中國四大書院之中 保存得最好 而且到現在還在運作的大學 中國的四大書院在哪四間 就是河南的松陽書院 衰陽書院 還有江西有一間八六棟書院 那三間書院已經沒有再運作了 而我們的岳陸書院 經過千年的發展 現在成為湖南大學 上面這塊牌匾 是宋朝的宋真中親不遇刺的 而這副對戀翻譯成白話文就是 《楚國有人才》 這裏最集中 就說明了岳陸書院在當時 受到皇帝重視 能夠得到皇帝的遇貶 表示當時辦學辦得非常好 岳陸山不單是以風景秀麗見稱 更加以人民景觀多 和豐富文化內涵 而名揚於世 號稱漢藝最初名勝 湖霜第一道場的古陸山字 是湖南最早的寺廟 歷代文化名人、思想家、得度高增 蘇人或客 都在這裡留下過足跡 在岳陸書院門口 有兩塊這樣的看白玉石雕 這塊石雕是不是大有來頭的?馬老師 是啊 這塊看白玉的石雕是非常精緻 而它的圖案也是有意思的 三隻獅子中間有一顆這樣的明珠 這幅三絲棄珠是代表國泰文安 也反映出這家人是非常有財有勢的 然後下面這裡是錦上天花的圖案 也是代表富貴吉祥 但通常我們看到有財有勢的人門口 都是擺石獅子的 為什麼這裡會擺這種圓形石雕? 這個圓形是代表有財有勢 因為這種擺設圖案不同 就有不同意義 在我們中國的話就好像在銀行門口 一般都是擺放皮丘 因為它的象徵招財 在政府門口就要擺放獅子 因為代表莊嚴正義 神聖不可侵犯 而這裡有些富貴人家 他們擺設的獅子上面 還有很特別的圖案很精美 表示他們家是非常有錢 身份地位也很高 所以就要擺錦上天花和三絲喜珠 既然是中國最古老的大學 當然就要有一個老師教學的地方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大廳 就是當時老師教學的地方 馬老師這個地方叫什麼? 這個地方叫港堂 也叫中校廉節堂 中校廉節堂 因為有理學大師朱希所提的 中校廉節四個字 而這裡也有幾塊皇帝所遇刺的牌匾 好像我們看到頭上的這一塊 就是乾隆皇帝遇刺的 學達聖天匾 目的是要報獎當時我陸書院辦學 達到一個天人合一的境界 後面也有一塊牌匾 都是清朝乾隆皇帝遇刺的 道南正墨匾 所說的是宋朝時候 河南有兩位著名的理學大師 程浩 程怡 在那裡教書 當時我們湖南有位學子 叫楊氏 這個人非常謙虛 當他千里迢迢 趕到河南洛陽的時候 剛剛好在鹽東 大雪紛飛 兩位老師剛剛睡覺 這位學生當時 為了不想阻止兩位老師休息 所以一直站在外面 讓兩位老師自己睡醒 但是當兩位老師睡醒之後 發現門口有個雪人站在那裡 原來那些雪將它對大腿包住 兩位老師很感動 就將自己陸生最好的學問 最好的理學都傳授給這個 南方來的學生 當他學成回去之後 兩位老師看著背影說 五度南耳 意思是我真正的學問已經傳到南方 這個就是中國成語 情門納雪的典故 佔地兩萬多平方米的岳屋書院 完整地呈現出古代書院建築 氣勢灰煌的壯觀景象 旋演出行程入志的時人風格 主喜和張星 兩位中國理學大師 曾經在這裡傳道教學 萬步其中 彷彿可以提升心靈氣質 這就是編中 這中樂器大概是什麼年代的嗎 原件是春秋戰國時期的 所以到現在有 二千四百幾年 二千四百幾年 它是用什麼金屬做的 青銅 全部都是青銅 對,青銅 不如你教一下敲 剛才的首春光花月夜很好聽 算得至乎很簡單 我認識了, 從這裡開始是嗎? 不, 是這樣 是 編鐘是戰國早期的文物 出土的編鐘是由65件青銅組成的大型樂器 包括了編慶、鼓、琴、膝、聲、排鮮、橫頂這些樂器 編鐘高超的駐造技術和良好的音樂性能 改寫了世界音樂史,被中外專家學者稱為稀世珍寶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更是他第一次在世界性體育成會中良上 中國有多名山壽水, 名姓古姿亦是比比佳字 剛才我們去的岳陸書院, 當然是中國的四大書院之首 離開岳陸書院向後山下, 這裡有一個很著名的糧亭 是中國四大名亭之一 問問小山, 這個糧亭究竟有多著名? 因為它是位於一個風水寶地, 好像這個地方的四邊 有參天的古木就是土木, 然後說到金的話 就是那個豬底流金的牌匾, 愛曼亭就是這個金 至於說到水的話, 就是旁邊的兩個池塘就是水 然後火的話就是我們這個火辣的太陽 照到我們身上就變成一團火, 所以它是集金木水火土的腹地 所以真的是一團風水腹地 是呀, 腹地 這麼多年來, 一定會有很多文人脈俠 會來這裡找創作靈感, 和在這裡吟詩作畫 是呀, 好像我們的林伯渠, 冰森, 周世超 他們都在這裡寫過不少優美的詩文 好像還有一個叫行山人汪濤, 為這座梁亭提過192個字的長對聯 愛曼亭, 原名洪葉亭, 坐落在岳陸書院後面 叫青峰峽的小山上面, 是中國四大名亭之一 最早建立於清朝乾隆57年 後來因為杜牧明詩山行所寫的 亭居座外風臨晚, 雙葉紅於二月花 而被改名為愛曼亭 這裡現在是長沙居民, 平日休閒遊樂的好地方 好舒服呀 想不到我們走遍萬里路都有這麼舒服的一日 早知道就帶件比堅利來吧 古代的詩人淫詩作對, 遇見優美的景色 自然能夠留下很多不留的詩詞 而湖南省有個處處是美景, 景景可成詩的地方 詩人陶淵明, 李白, 杜虎等 都曾經在這裡創作出很多全世的傑作 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戰國時期 愛國詩人屈原 就已經在他的詩裡面 對美麗的西洞庭湖作出優美的形容 現在我們的船就在著名的 伯伯里洞庭湖上面行駛 其實洞庭湖本來是中國第一大湖 因為上游河流沖了很多泥沙下來 現在湖面已經變得越來越小 終於變成了中國第二大湖 白芬城、東、西、南三個部份 如果你要體驗最原始的洞庭湖風情 看到最多最多受保護動物的話 就來到我們現在有 在這裡的城市 他在這裡的城市 有很多泥沖 有很多泥沖 在這裡的土地 有很多泥沖 就是要煮太多 唯一的泥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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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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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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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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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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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